从8月16号开始 济南五龙潭公园内的月牙拳 出现了难得一见的月牙飞铺景观 这是它在沉睡了33个月之后 终于迎来的覆喷 而这一景观的出现 也标志着济南72名拳的全部富有 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去观赏 从8月16号开始 济南五龙潭公园内的月牙拳 出现了难得一见的月牙飞铺景观 这是它在沉睡了33个月之后 终于迎来的覆喷 而这一景观的出现 也标志着济南72名拳全部富有 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去观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